出轮回真难啊 真不容易 不出轮回 离苦 没有离究竟苦 不生其乐世界的路 没有得到究竟路 佛帮助我们 离苦的路 离究竟苦 不但超越六道 还要超越十二级 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 生到极乐世界的究竟路 圆满的路 我们要想得 我们非常幸运 无比的幸运 遇到这个法文 发了心 天天念佛 这什么 这就是离究竟苦的究竟路 可神不是想象那么顺利 我们遭遇的磨难 我们遭遇的磨难 我们遭遇的磨难很多 磨往波寻 不希望我们离开六道轮回 他要用种种方法来障碍我们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天天生烦恼 这样是什么 虽然你 发愿求神 天天念佛 你还是去不了 这些磨难 这些磨难 障碍你啊 凡是叫你生烦恼的 这些事情 都是磨难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别人对我们 赞叹也好 毁谤也好 羞辱也好 障碍也好 甚至于陷害 都好 不要放在行事 不被外面境界干扰 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就平平安安往生 激怒激怒 那我们得对付 就是应付这些磨难 扰乱 要布施 要持戒 要忍辱 要禅定 还要智慧 智慧明了 不糊涂 不识 持戒忍辱 那是功夫 我们就依这一句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对这个世界 一切法 也丝毫贪念 都没有 心里头念念 求阿弥陀佛 接引我 往生 除这一念之外 没有其他的往生 我们这样的心态 就能够 往生净土 就能够 脱离六道轮回 小小不如意 心里就不高兴 不行啊 再大的明文力 先前 哦 欢喜 心动了 也完了 财色明石 摆在面前 如如不动 要看破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如果你动心 就是走 轮回 你喜欢它 三善道 你讨厌它 怨恨它 三我道 你想这多么可怕 知道这一段事情可怕 自己有高度的警觉心 把这句名号抓住 念你 不是 为什么 不念这句佛号 就念烦恼 没有齐心动念 也没有佛号 叫无名 无名 无名就是根本烦恼 千万不要把无名烦恼 当作是功夫 是境界 那就错了 境界是觉悟 无名是迷惑电脑 所以有人修电 什么都不想 修无想电 以为这是最高的 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好像是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自主 实际 他执着一个 无 跺到空里面去了 叫卧去空 那不是真正禅定 禅定里头有境界 它里面的境界 是一片黑暗 叫无想电 无想电 修成了 在第四场的 无想天 那个也是麻烦 在那个里面 一切都不行 闻不到佛法 换一句话说 把时间 经历 完全浪费了 于是 可知 念佛 可贵 不念佛 怎么办 啊 我们肯念佛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 我们过去神主 曾经供养过 无量祝福 今天能信 真不怀疑 真正发愿求生进度 是祝福入来 为神功德价值 如果没有这个价值 不可能 你怎么会遇到 你怎么会相信 啊 现在问题 我们自己 信心 是不是真的 圆满之处 愿心 是不是真的 恳切 对这个世界 丝毫留念 都没有 那 这自己心里就明白 决定 was 没事 感谢观看